严重干预脾虚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颖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 干预脾虚的话其实是两个侧重点 一个是干预一个是脾虚 咱们中医来说的话 我们是用阴阳五行来作为说理工具的 中医的话认为我们五行的分属来说 干是属木的脾是属土的 而咱们中医认为的话 木能疏土 就是说咱们老百姓也说 基本上树的话长在土里边的话 树根它往下伸展的过程中的话 土就比较疏松 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而如果这个木太过 然后它疏散的土的功能太过的话 我们叫干木横刻皮土了 所以就说干的话不能太过 而皮的话咱们中医来说的话 它是起一个韵化的作用 都知道皮味是管消化吸收的 所以说皮主韵化的话 皮不好的话就消化吸收就不好了 而干瘀的话 它在干气瘀节的话 干木横刻皮土之后 会导致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所以干瘀皮虚的话 主要是两方面的症状的一个叠加 第一个是干瘀 干瘀的话我们也叫干气瘀制 也叫干瘀气质 然后干气瘀节 一般来说的主要还是情绪引起的 情绪的一个抑郁 或者是大怒生气这种情况 老百姓就说发脾气 上火这种情况 干瘀之后会有一些干瘀的不舒服 或者是说有一些头晕 眼睛胀 眼睛发红的感觉 这时候干气瘀节这些症状的话 如果情绪好它就比较轻 情绪不好的时候 它症状就比较重 而脾虚的话 典型的表现的话就是胃口比较差 然后体型比较瘦 然后没有体力 特别容易拉肚子 所以说干瘀脾虚症的话 它可以常常会见到一些 烦躁 失眠 情绪不佳 然后有些大便吸糖 然后吃饭少 这些症状出现之后 如果情绪好 可能症状就轻 而情绪不好的话 症状就比较重 所以说它是一个和干的调节的关系 是密切的 所以干的调节功能好 干气不愈结了 它症状就轻了 本质上的治疗来说的话 我们是要梳干加上健脾的 健脾梳干的话 是干瘀脾虚主料的一个质责